上一集我们讲述了Kamen的诞生 而这一集时间来到2013年 第二代Kamen横空出世 在这一代981这里 Kamen变得马力更大了 科技配置也更高了 内饰也变得更豪华了 但同时车身却变得更庞大了 车也变得更重了 它还是不是原来那台驾驶机器呢 在这一集我们为你们带来了 第一次在Kamen家族里面出现的信号 Kamen GTS 如果说981我们开的手动挡的Kamen也少了什么东西 那就是那种真正运动的那种机器 而这种感觉在我现在开这台 Kamen GTS这里完全就可以找回来了 而且今天我们很有幸在一个湿地这里 去驾驶这一台Kamen的GTS 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情 还是把它的traction给关掉 走一个 直律起飘了好不好 我们拿出来 中之后旋转摆动车 其实本来我觉得我控车真的很厉害的 因为在我印象中 Kamen是一台非常难救的车 但是我刚才简直把它开得随心所欲 但到后面我找到这台车的配置单 这是一台非常少见的选装了原厂LSD的Kamen 今天我说981的Kamen S 是一个阉割版的911发动机 而在这一台的Kamen GTS上面 它同样是3.4的发动机 但是它的马力达到了真真正正的340匹 当你真正认真跑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这一辆NA的Kamen是有多么的弥足珍贵 因为现在就算我们去到Kamen S或者是Kamen GTS 它那个2.5的发动机 涡轮颜色已经很少了 但是跟这一台NA 它的新特性还是完全两个世界 因为当你出弯的时候 如果突然涡轮起压的话 会吓你一大跳 尤其在这种湿地 但现在我拿着这一台Kamen 我是可以放心在这里大胆刷 我觉得这就是目前涡轮的718 所给不了我的这种感觉 这种丝滑的体验 对于这个方向盘的修正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台718能给到我的 应该说这一台的Kamen GTS 它宽容度真的很大 它除了非常非常好开 它更重要的是这一部3.4的发动机 加上这一个PDK的变速箱 它完全给到你是一台中置后驱 GT4级别赛车的感觉 那种车感的清晰 那种轮胎的反馈 什么时候会有 什么时候出A边 什么时候滑动 所有东西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981的PDK是真正弥补了这一台 保时捷最大的一个缺点 因为虽然在987.2 保时捷已经换上了PDK了 但是那是因为初代的双里头变速箱 是为了对应日产的GTR所研发的 它是一个试验的产品 它除了换挡速度 仅仅是跟你家里的这个可能6代高尔夫差不多以外 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耐用性 是没办法能一直支撑着在赛道这种高强度工作下工作的 而这一代981的PDK呢 它才真正是一个完成体 就算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年了 你并不会明显感觉到 它跟我们现在新的保时捷 有什么明显的差距 这个片子箱 我觉得其实从981这一代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巅峰 哇 没有不好意思 一边在说话一边回盘 有点玩的嗨了你知道吗 其实在正常这一代KMAN981上面呢 方向盘已经是一个正常的换挡拨片了 但是因为车主呢 是选装了一个带显示的方向盘 而且是这个Alcantara 中间呢还带这个红线标识的 所以它就会配备着这种 左右手都可以换挡的一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的换挡逻辑 你只需要记着 按下去是升挡 拨上来是降挡 也就是说我一个手 我可以同时控制加挡和减挡 比如说我要进一个左弯 我可以用左手去进行这个操作 我要去一个右弯 我可以用右手进行一个升挡 这一种操作 我觉得当年保时也是太聪明了 但是这一个设计是 有点违反这个世俗 大家对拨片的一个理解 这一个拨片 它比起那一种这样子来的拨片呢 是要有意思的多的 因为呢你不仅可以拨 你还可以去拨它 这样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地球上消失了 这一个拨片 这简直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法徒 好不好 但其实也是因为它这种中置后驱的布局呢 其实你才过完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 因为它给你的反馈呢 会比一般FR的车呢要快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K-MAN的魅力啊 所有人都说中置后驱难开 包括我开过我的莲花 我也觉得中置后驱挺难驾驭的 但是这台K-MAN它就是把一台中置后驱 中置呢就一定要带着实际刹车机 油门呢一定要找好它的重心 好慢慢慢慢地给这才会快 它的抓地力考得不得了 而且它对这种几天的成绩 连续交两楼啊 那其实之前呢我是特别喜欢Boxer的 但是你真的在赛道里开了一次以后呢 尤其是在这种湿地啊 K-MAN这种车身的整体性啊 方向盘的响应啊 的确是比Boxer要更加的极致 就是它更加能像是一台赛车 Boxer就是有一说一啊 整个车身还是相对来说太软了 你还是能感觉到一些 不是太适合赛道的地方 但目前这台K-MAN 讲真我在今天这条湿滑的赛道 加上我这个粗心大意的司机 我并没有LA-E LA-FLFL 其实在我试完这一台981的GTS以后呢 你会发现 无论是哪一代的K-MAN呢 它都是为你去服务的 它就像是你把911的所有特性都抹平 它并不会像911那样子突然吓你一下 它并不会说在不同的速度下 不同的刹车的力度下 整个车身的那种响应 那个前轮的抓地力会有很明显的区别 因为这台K-MAN其实在大部分时候 它的表现都会更加重庆 就当你开了一台名字 在GT的K-MAN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8-6的确是很差的 你实在买不起K-MAN的话 可能目前来说8-6还是你最好的选择 其实我还是为我的言论负责 如果说9-8-7的手动挡是一个 进化版的8-6的话 那这一台9-8-1的GT-N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版8-6 这台K-MAN除了保持着每一台K-MAN的实用性之外 它的外观也选用了GT-4的套件 你看它是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中网的 去增强它的散热性能 而且在尾翼这里 它除了有GT-4的尾翼以外 它还保留了原来K-MAN一个电动可升降的尾翼 一般大家都说 保持节是选配之王 但是有一种保持节叫顶配保持节 这是一台落地超过100万的K-MAN GTS 你可以看到 按键居然差点跟911这么多了 Sport按钮,Sport Plus,可变悬挂,可变排气,Sport Chrono 还有最要命的是什么 座椅也是Alcantara 上面还有GTS的缝线 很多人觉得Alcantara只是帅 而且不喜欢它觉得脏脏的 但是在赛道里开 你会发现它真的能一直把你的人 用很强大的摩擦力hold在你的座椅上面 所以就算它两边没有很强的包裹性 但是无论过哪一个弯 我都是可以紧紧地认真地在开车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台车能在赛道里开得这么爽快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所有需要赛道驾驶的配置 这台上上面都有 就算是现在我把空调关了大汗淋漓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考虑 如果说有一台车能让你非常轻松 非常好的去理解赛道的原则 什么叫做慢路快速 什么叫做油门开路 什么叫做中置后驱的这种驾驶特性 什么叫做推动 什么叫做甩尾 这台车你只要跑一圈 完全就能让你知道 我的目的只是让我自己变得更强 车尽量地稳定地发挥 我觉得这个就是黑门的使命 做的连一个高尔夫的用户都能开得懂的中置后驱 这就是这台车尽量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保值间呢 最厉害的并不是做性能车 而是把一台性能车走到 啊嘛我都是家的车 这个就是保值间 而且你看这个温度在这么小的赛道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可以让它撞风散热的这个时候 水温一直保值90度 油温118度 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现在拿到这台KMAN GTS的配置单啊 单雨真的好大 这么大雨都在拍节目 你们不先点个赞吗 这一台车呢 因为配置实在是太多了 有四五页这么多 那我就只给大家讲讲这个驾驶相关的配置 那首先它有一个20吋卡雷拉的轮毂 它还有这个可变悬挂PASM 那更重要的是 它选装了一个10匹的动力套件 所以它的马力呢 并不是340匹 而是350匹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震惊的配置 它居然还选装了这个动态发动机支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左右连续弯的时候 你并没有觉得这个车身有任何的动态跟你在较劲 所以说这台车它好开 并不代表着Kamen GTS好开 而是代表着一台暴选的Kamen 是非常非常好开的 但是有一个配置我真的不理解 黑色安全带是一个选装的配置 保时捷你真的是连安全带都要选装吗 其实来说呢 当时我们听到价格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震惊 居然要72万 这都可以买年份久一点点的 991.1了 但是因为这是一台选完其实差不多是一台 911价格的保时捷 所以保时捷的选配呢 你自己选是特别不划算的 但是如果二手车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挑那种更多更多选配的保时捷 虽然这台Kamen GTS又快又舒服又有信心 而且钥匙也变得更漂亮了 但是我总会怀念第一代Kamen那种 更丰富的人事交流的感觉 而且少了一个手动挡 对我来说好像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那到底有没有一台Kamen 可以同时满足好和爽的两种感觉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其实我们是没有下一期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两期节目里面呢 我们是穿着一个长袖啊 然后其实因为他们的拍摄时间呢已经是开春的那个回了 其实前面这两期也都是为了后面这台GT4去进行一个铺垫 中之后驱 4.0自吸 手动挡啊 这些配置其实在各大的厂商里面已经是越来越少见的了 那拖了这么久呢 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去做一个Kamen的特辑 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可能只有921才是正统的保时捷 但其实对于一个驾驶者来说 其实Kamen很有可能是一台更好的更好玩的一台跑车 但没想到的是它过得了海关 没过得了环保这一关 因为我们据说这一代992的GT3呢 可能也没有办法进来 也是因为环保的原因 本来我们以为可以用平行进口的方式 去看到这些这么纯粹的跑车 但最后没想到他们也没办法进来 所以现在大排量自吸 手动挡这样的车 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可能以后我们应该是越来越难有机会看到这些车的了 不好意思啊 我送回我说Kamen牛逼那句话 还是取了鱼牛逼 开完取了鱼以后 Kamen就是一趟死了 哇